这个爆发后来到一家服装店 准备为自己换身行跑 一眼就相中的康熙店里的貂皮大姨 放下包袱就开始吆喝 发言联网走上前招呼客人 问他想要什么料子 这下发言也迷惑了 不知道这位上帝到底想要什么 康熙给三德子递了个眼神 示意他确认一想 毕竟这些天他们已经被坑爬了 三德子装作不经意的挑开包袱 只见里面全是白花花的银子 康熙终于是放心的点了点头 三德子立刻将镇点值宝取了下来 一听上帝无词好说 三德子反应也是乐开了谎 热情的招呼爆发户是一副 完全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三德子闭着眼睛各种吹 就连康熙都站出来打配合 爆发户被红的心花怒法 却并没有直接上档 他觉得袖子有点短 行动起来不方便 就提出让康熙打个折 三德子也没跟康熙商量 擅自就给人家打了八折 就在几人讨论的热火朝天时 一个人走进店铺 静止走向爆发户装银子的包袱 趁众人不被抢过 就是一个百米冲刺 他把我的银子拿跑了 快点注意啊 谁啊 快抓住他啊 这波操作看得小分对几人一脸猛逼 过了半场才反应过来 三人的反射弧围起来 都能绕地球一圈了 等他们追出去还哪有什么人意 不明真相的法医 还在替爆发户布置 等他们回到店里 桌上只有爆发户留下的旧衣服 结果想要意见 康熙再次成来了名副七十的冤大头 兄弟 这就是一大棒 你跟他说个屁呀 走走走 你们既然来了 想一走也没那么容易 康熙悠悠又被坑了 这一次还是微服私房小分队全军覆没 三德子毁的肠子都清了 爷 咱今儿丢人丢大发了 我还帮他试衣服呢 我还帮他换架呢 小桃红提议把人追回来 毕竟一千多两银子 也不是小数目 康熙却拦住几人 人要是能还回来 这就叫天地成名 要是还不回来 就去报官 我就不信 这店就开不下去 几人等了大半天 等来的只有寂寞 康熙怒急返校 觉得自己当老板实在 抬石板 就说咱们五个大伙人吧 要说傻 没一个是傻的 说是开一个布店 可这开了几天 先是看店面的时候被人家骗 接着是假爹假银票 又被人家骗 这下可好了 到你这穿衣裳来了 你还得迎着他 伺候着他 衣裳给你穿跑了 你还替他着急 看着这买卖做的停着呢 实际上每天都在亏损 营业没几天 就搭进去了三个布店的本 你说我不效用能怎么样 也不知道人家的店是怎么开的 您至国行 开布店 隔行隔山 就说我开布店不行是不是 好 朕承认 承认了 康熙正在自我反思 天井却主动找上了门 这谁主事啊 说句话啊 三德子走近一看 这两位可不就是上回那俩赌博 不管事的家伙吗 对这样的观差 三德子自然没什么好脸色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什么叫有什么 我们就说呀 是有什么事 你们跟我们说 去去去 去给我吧 去给我茶壳茶去 天井往康熙店里移坐 妻子与恶霸混混不相上想 张嘴就开始数落三德子 这你该买门的 不先买招呼 这回出了事了 找我们兄弟 说对了 没事找你们干嘛呀 呀和 这气还挺盛的 这位爷 你不主事 我不跟你说 对着三德子勾勾手指 问他到底懂不懂规矩 没事 你也不请我们哥俩来乐不乐不 这话还用不跟你说你了 你还这么玩哼呢 这回好吧 买卖开不下去了 你怎么知道啊 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 骗警都笑了 你开买卖白到黑到都不打招呼 能支撑这么长时间已经是奇迹了 一听这话康熙火气瞬间上头 我们可是正正经经的做买卖 进货出货 打点顾客 要是有什么黑道来缴生意 那应该是你们这些穿着官衣 拿着大清泵路的人来管的 怎么 你们也像黑道一样 要打点 要乐哈 诶 你算说对 哼 我们可没那么近 好 硬去 兄弟 咱们走 另一个官差立刻站出来充当合适了 表示他们说这些话都是为了康熙的生意 要知道但凡做买卖 都是四面八方各路神仙的摆 也不说什么 黑道来的 就是猫的 鼠的 使得浪的 你有一道没摆的 到时他找你的麻烦不是 我跟我们也一样 皇上老子来了 也得摆地方呀 康熙一把子震惊 还真是吃瓜吃到了自己头上 那么他将会如何应对 门开着 路敞着 腿掌在你们身上 走吧 走不走 不走 我可哄了啊 走 走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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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见过最牛奇的偏见 说保护费竟然收到了康熙的头上 还苦口婆心地劝康熙识相点 可咱这万岁哪是一般人 当然是选择正面硬刚 我赚的钱没你们的份 嘿 两位观察一听这话 觉得康熙就是个大帮锤 跟他多说一句话都是浪费时间 正准备走时却被康熙拦了下来 你们既然来了 想一走也没那么容易 你们穿的是官衣 群城守夜 安抚百姓平定治安 是吃你们这口饭的人的职能所在 你们今天既然是来了 本店的事你们就得管 两人笑得一脸不屑 对康熙的言声斥责礼都不理 结果还没走两步 就被法院给对了回去 官差一看他们准备耍横 瞬间就耸了 咱哪能走啊 是不是 咱 咱上边不正查着呢吗 咱得为民理事 对不对 为民理事 来来来来来 两人就这么回到了座位 开始给三得子支招 三得子听完觉得有理 骗警让他平时在门口多放两个人 盯住来往的客人 柜台底下随时放你把刀 刀 对呀 万一有个什么情况 你好有个准备呀 我跟你说 还有这些不该进来的客人 就不要再放他进来了 该打的 给打出去 给打出去 对呀 最关键的是什么 最关键的是 你门口得摔一只大狗 大狗 对呀 万一来个什么事 你让狗去追呀 凭你们这两套腿追 那哪追得上啊 康熙都被气笑了 他这还是第一次见 用这种方式来解决纠纷 如此开店 那要你们何用啊 哎 说对了 这指望我们啊 你们是指望不上 骗警表示方法都已经说了 是他们自己不懂道理 不给钱谁愿意办事 萧强和康熙二人起身准备离开 本以为康熙会留下他们塞点钱 可却遭到了发言的驱逐 走吧 门开着 路敞着 腿长在你们身上 走吧 走不走 不走 我可轰了啊 这俩骗警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走之前还不忘再吐槽一波 康熙背起的血压飙升 半天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殊不知更切人的还在后面等着他们 那么康熙将会如何处置这些个 没有眼力见的棒锤 点个关注我们下集再说